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手工基础课程小元件的拆装 好我们现在开始 好我们就来先拆一下旁边的电容 我们先拆这一颗 给这一颗加一点装置 好我们使用的镊子要使用比较好一点的镊子 比较尖一点细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夹细小元器件的话 才不会跑掉 用直风枪风速380-420 风速40给元器件加热 这个时候我们用镊子把这个电容夹住 注意看锡的融化 我们注意夹的力度不要太大 才不会把这个元器件给夹坏 然后轻轻抬起来 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焊盘 我们给焊盘加一点醋放剂 然后用洛铁沾一点低温锡 将焊盘拖上锡 我们注意拖锡的时候 要注意把焊盘拖得均匀保满 等一下才不会出现虚焊 好我们拖完锡之后我们清洁一下焊盘 我们用棉球沾一点锡盘水 清洁一下焊盘 好我们给底盘加一点注焊剂 然后将电容安装上去 我们将电容对好 然后用直风枪温度300至350 风速要调成30 这个时候风速不要太大 才不会把小元件给吹跑 好我们注意看锡的融化 好先测开镊子再测风枪 好我们等主板冷却后清洗一下 检查一下焊接的牢不牢固 OK已经完美焊接完成 接下来我们就来拆一下中间位置的电容 我们给要拆的电容加一点注焊剂 用直风风枪温度350至380 风速40 我们用镊子轻轻的加入电容 给它均匀加热 我们注意观察锡的融化 好这个时候我们轻轻往上调 好我们用棉球沾点锡盘水 将主板清理干净 好我们将底盘加一点注焊剂 用落铁沾点低温锡 给底盘上锡 至于我们要上的均匀饱满 等一下焊接才不会出现虚焊 加一点注焊剂将电容焊回 这个时候我们风枪的温度调到300至350 风速调到30 注意风速不要太大 才不会把小元件给吹飞了 好我们轻轻碰一下小元件 看是否回味 好我们来清洗一下主板 检查一下焊接的是否牢固 好这个电容已经焊接完毕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拆装电阻 注意我们要使用比较好一点的镊子 就是尖一点细一点 像这些小元件夹的时候才不会夹飞 好我们现在就来拆一下这个电阻 好我们给电阻加一点注焊剂 然后用直风风枪 温度350至380 风速40 好我们清洁一下主板 然后给底板上锡 底板加一点注焊剂 这个时候它因为它的位置比较小 我们的落铁无法上锡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镊子夹一点锡膏 注意夹的不要太多 然后配合风枪给这些焊盘加一点锡上去 风枪我们用直风风枪 温度350至380 风速40 好我们上完锡之后我们清洁一下底板 看一下上的是否圆润均匀 好我们给底板上一点注焊剂 将这颗电阻焊回 我们用直风风枪温度300至350 风速40 然后用镊子夹住 我们注意风速不要太大 还不会把小圆菌吹飞 然后我们要注意锡的融化 等一下先测镊子再测风枪 好我们清洗一下主板 检查一下焊接的牢不牢固 好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拆装电杠 我们来拆一下这一颗 注意我们使用的镊子要使用比较好一点的镊子 煎一点细一点 这样子夹小元件才不会夹飞 好我们给电杠加一点注焊剂 然后用直风风枪 温度350至380 风速40 好我们轻轻的夹住电杠 用风枪均匀加热 注意看锡的融化 好我们将这个电杠拆下 用棉球粘一点锡棒水 然后我们清洗一下底板 清洗完之后 我们将底板加一点注焊剂 用洛铁粘一点低温锡 把这些底板的银角度上锡 注意我们度的时候要度均匀 保满一点 等一下焊接才不会出现虚焊 好上完锡之后 我们清洁一下 观察一下上的锡圆不圆润 好我们将底板加一点注焊剂 将这颗电杠焊回 我们将电杠对位好 用风枪均匀加热 温度300至350 风速40 注意我们看锡的融化 等到锡融化之后 我们先测镊子再测风枪 好本节课小元件的拆装焊接已经完毕 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下注意事项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要使用比较好一点的镊子 注意镊子要比较尖细一点 还有用风枪的时候我们注意风速还有温度 风速我们不能太大才不会把这些小元件吹飞 好本节课程已结束 有什么问题在下方留言 谢谢 好欢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